花木创作的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九十九亿闪婚 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1071集 老爷子这才刚从陆又岭和陆情的兄妹脸中缓过来 结果又冒出来一对 老爷子不气才怪了 陆傅在后还想说什么 但是看着老爷子走得决然的背影 什么话都咽下去了 最后狠狠地瞪了眼冲动的儿子 这件事儿子做得确实有点冲动了 这件事除了老爷子不高兴之外 其他人基本上都是赞同 要么就是保持沉默 不赞同也不反对 陆悠悠因为老爷子发火 所以心情一直都不是很好 几个婶婶过来安慰她 鼓励她几句 都表示站在她这边 有了沈神们的支持 陆悠悠的心情这才稍微好了一点 之后又被陆玉拉去了偏厅 偏厅内他们这些小辈都在 陆霄也在 陆悠悠不知道他们之前在说什么 只看到大家都在笑 小八过来 陆白招手叫她 陆悠悠走了过去 坐在陆悠悠身旁的余笑挪了挪 给她让了位置出来 四哥 怎么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啊 陆白宠溺的 在她显满不高兴的脸上捏了捏 陆悠悠一脸黯然的低下脸 还是为爷爷生气的事 都是我不好 本来大家今天心情都挺好的 结果发生这样的事情 陆悠悠心里一直在自责 不然今天 一大家人肯定过得开开心心的 多怪陆笑 想到这个人 陆悠悠悠怨的目光 就朝陆笑投了过去 陆笑的目光 从她出现就一直落在她身上 所以她看过来的时候 两个人的目光自然就对上了 但是陆悠悠 很快就气冲冲地抽回了目光 陆笑知道 小丫头还在生她的气 虽然因为他们俩的事情 闹得不愉快 但是陆笑并不后悔 把事情说出来 尽管没有得到爷爷的支持 但是得到了叔叔婶婶 和兄弟姐妹的支持 最最最关键的是 把最重的心事说出来 他心底的一块石头就落地了 不管爷爷同不同意 这件事总是要面对的 就算是再过两年说 依旧改变不了今天的结局 所以早点说出来 是明智的选择 陆白笑了笑 揉了揉陆悠悠的头发 安慰他 这事不怪你 要怪也怪二哥 而且我不觉得 说出来是坏事啊 真的 陆悠悠现在心里乱糟糟的 不知道到底怎么做才是对的 陆白问他 还记得你曾经鼓励我的话吗 陆悠悠想了一下 摇摇头 喜欢一个人 就要勇敢地承认 更何况 你是两情相悦的事 我们都会支持你的 可是爷爷很生气啊 陆悠悠长这么大 都没见过爷爷 要打人的样子 刚才他真的吓坏了 也真的以为 陆笑要挨揍 爷爷生气 只是一时的 你忘了 爷爷到现在 还没有点头我和余孝的事呢 陆悠悠忽然想起来 爷爷对四哥和余孝的事 一直都是坚决不同意的 他看向余孝的时候 余孝也朝他看过来 并对他笑了笑 余孝笑得很淡然 就好像已经 不再关心这些事了 又或者 他已经对自己有信心 相信老爷子 一定会接受他的 谢谢你四哥 我一定会努力 坚持下去的 陆悠悠知道 陆白是在鼓励他 要坚持 事实上 他确实没有打算要放弃 陆白又宠溺地 在他脸上捏了捏 说道 我们陆小八 是打不败的超级美少女 四哥 你对我这么好 四嫂回家 不会罚你站阳台上 吹冷风吧 陆悠悠心情好了很多 还不忘调侃他们一下 想象一下山上的冷风 那得多过瘾呀 不会 你四嫂要是罚的话 基本上就是不管我了 陆白回答得很淡然 转而 他看向身旁的女人 面上的笑容 永远都是温暖的 像春天的阳光 温和中 充满了希望的光芒 陆悠悠 仿佛从他们彼此的眼神中 看到了他们内心深处 对彼此的深爱 这是一件 非常令人羡慕的事 他不忘对于笑说道 四嫂 你可不能不管我四哥 我四哥虽然疼我 但是我四哥最喜欢的 还是四嫂你 放心吧 只要陆二爷不介意 四嫂不会吃醋的 说吧 于笑还朝陆笑瞥了一眼 陆悠悠不好意思起来 小脸都红了 陆遇好奇地问道 悠悠 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是怎么把二哥给拿下来的 我哪有把他拿下 明明就是他把我拿下的 当初不是你死皮赖脸 追二哥的吗 还要死要活的 杨爷非二哥不嫁 这货怎么又变成 二哥把你拿下了 不会是你不好意思承认吧 陆遇 你能不能不要说得那么夸张 我哪有死皮赖脸 又要死要活的呀 陆遇一脸的无辜 可是 我说的明明就是实话呀 你不知道这年头说实话 会嫁不出去吗 不是 说实话跟嫁不出去有关系吗 因为你没嫁出去 就是说的实话太多了 照你这么说 我说实话也有错了 当然了 实话不讨喜 你不知道吗 陆遇总算是明白了 陆悠悠的意思 说道 所以说我应该说 是二哥死皮赖脸追着你 要死要活非要娶你的 哼 应该是非要嫁我 啊 陆悠悠看了陆潇一眼 说道 我哥现在没住的地方了 房子都卖了 所以 他娶不起我 只能我娶她 二哥 你怎么落魄到这种地步了 陆遇满脸同情地看向陆潇 陆潇淡淡地回了一句 你二哥心情好 看出来了 二哥不仅心情好 眼睛还出问题了 陆遇难得敢这样跟陆潇没大没小 也只有在陆潇心情好的时候 他才敢这样 啊 眼睛怎么出问题了 我看看 陆悠悠闻言 连忙来到陆潇的身边 检查了一下他的眼睛 没出问题啊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